第四十八歲,喜歡行山勝負的女人 和家人住在深水埗圓州村 消息指,她自從上星期五精神出門口 到星期日都一直不見人 家人就報警,懷疑她沿著大埔島一帶行山 昨天下午,警方叫民安隊沿著山邊搜索 到大約五點,就有警員發現她抖餓在以登華亭對開的十米深山坡坑 懷疑墮山的她,因為起不到身,吃了三晚風 出現飢餓,缺水和低溫現象 而且頭部和身體多處受傷 半清醒送院之後,留意ICU